盘点第五人格中有相遇特效的13款皮肤 你们知道都是什么吗 其实有相遇特效的皮肤不仅仅局限于病患和心理学家 还有你们没见过的可能 好吧不卖官司了 咱们直接来看一下吧 首先来看一下心理学家和病患的8款皮肤 首先是原皮和蓝皮的相遇特效 就是简单的爱心 你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是心理学家的精华精和病患的这样的一个相遇特效 是在相遇的瞬间有一个小光环 然后爱心还是有的 接下来就是刚上线的星辰和场夜的一个相遇特效了 哇这满天星河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个相遇特效的呀 真的有过炫酷 然后就是空军的怀骨和佣兵的斯明 他们两个也是有特殊的相遇特效的 其实啊怀骨斯明之前并不是叫做怀骨斯明 有老玩家知道他们两个之前叫什么名字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下你们来答哦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特效 他们两个的特效也是挺炫酷的 你们看就是在相遇的时候脚下会生成这种不同颜色的一个印记 这种印记好像是一个是鹰一个是蛇 那而之前也做过解析 但是目前还不太清楚他们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 大概率是和某些神秘组织有关 你们看在实战中遇到的多不多你们遇到这个特效 我觉得这两个特效真的是开启了第五人格的一些星际 我还是蛮喜欢的 最后的三款皮肤就是咱们的周年限定紫皮了 分明是星际之的白还有真相小姐以及推理先生 他们在相遇的时候呢会有这种特殊的比如说小灯套啊 还有一些小印记 这个特效应该大家遇到的也比较的少啊 因为这些皮肤都很稀有啊 好了 所以大家还知道应该没有其他的相遇特效的皮肤了吧 那感谢关注 这里是大号 咱们下周见 拜拜